我们看到了无可救药的文盲的回归 看到了王一博的支持者为了澄清而传播的错误信息 以及偶像类别的交换 央视也迅速删除了案例王一博和无名氏的文章 即官方媒体发表了走投无路的文盲 能不能演好戏之后 王一博和无名的名字神秘的从热搜中消失了 每天早上王一博的无名上映后 我都会刷微博 王一博三个字一直是热搜榜单 无论是台词还是演员的承诺都没有受到赞扬 如果你想说什么正面的话 就夸一下王一博的语言能力吧 程二表示非常期待穿越到影坛 和他一起用合体剑法对战 粉丝们的忠心为主值得称道 但这样做却有失妥当 即使在他的许多最知名粉丝的账户被暂停后 其他王一博的支持者仍在继续指责和辟谣 王一博粉丝的疯狂和顽固令人不安 官媒在文中抨击演员王一博 刘浩存 赵露丝等人对角色的塑造不佳 让观众因简单问题的声音回答而哭笑不得 防守竟然被王一博的死忠粉攻破 在此之后 你可以看看官方媒体发布的任何链接文章的评论部分 你会看到王一博的支持者纷纷批评 造谣澄清 试图洗刷王一博的文盲标签 看看王一博粉丝的提问 他不回答问题是文盲吗 他刚从泡菜之箱回来 会比你多一门语言 要利用热搜的计划有多恶毒 伤害没受过教育的人 尽管王一博在电影《无名》上映后 收获了无数赞誉 但在整个巡演过程中 他对这个角色的演绎 却无法体现出他的学识和舞台功底 同样 人群可能仍会为他的回应鼓掌 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存在 不应该受到谴责 尽管如此 如果你作为演员 尤其是作为万众瞩目的偶像 不抓住机会充实自己 完善自己 那将是一场灾难 王一博演完一个角色 写一篇长篇大论文才斐然 采访口若悬河 相较于其他明星 难道他和他的崇拜者不觉得尴尬吗 事实上 官方媒体制作了一系列谴责文盲的文章 批评少数使用化名 文化根基薄弱 表演过度的艺术家 然而 粉丝们的戏剧多于实物 最起码 不识字的表演者不可表扬的话是传出去了 粉丝们经常混淆黑白的概念 尽管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让自己感到尴尬的文化 有问题的演员和观众都需要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缺陷 不是王一博粉丝扔一阳千玺不会张康子的截图 也不是王一博粉丝吐槽满江红高票防男 一阳千玺对角色的把握也是漏洞百出 更可怕的是 王一博的支持者不断使出同样的造谣和辟谣技巧 当王一博的坏消息出现时 他们会用同样的老办法让人跳海躲避 王一博对一阳千玺的 文盲 绰号是否真的被反驳了 地板清洁太笨拙了 王一博可能不是唯一一个不识字的演员 但他是大多数人听到这个词时想到的人 一个人的伟大和长寿的潜力 是由他或他独特的蓝图决定的 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局限 决定了他的人生能走多远 一个不识字 自封 不懂得全面提升自己的人 注定处处碰壁 太多次王一博没文化让他掉链子 粉丝跳鲨鱼 王一博对教导他的人进行攻击和诽谤 而不是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你不能粉饰这是多么卑鄙 王一博的成就虽然多半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 但如果没有别人的经济支持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 王一博和他的追随者需要明白